主持人生快樂大家好 我是卓妮 想要追劇 聊劇 懂劇 三個願望 一次達成MARK可以訂閱的頻道 無望劇片解析帶給你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驅魔片館 驚奇的傳聞 11月28日在韓國首播了 由趙秉歸 近視鎮 劉俊相 蓮慧蘭主演 趙秉歸出道的作品是學校2015 雖然我沒有什麼印象 今年的作品也非常多Sky Castle 金牌救援 這兩部算是在韓國都非常高修飾的作品 而女主角近視鎮是歌手身份出道 今年也出演了學校2017 讓我聆聽你的歌 哇 這也對是學校CPA 劉慧蘭應該也是許多部作品中常見的綠葉大神 近期有雙甲入燕灘 機智醫生生活 山茶花開始 都是非常不錯的作品 那驅魔面館在這兩集的首播下面 第一集全國就拿下了2.7% 第二集則拿下了4.3% 可以預期之後還會更高 今天的影片會簡單介紹一下這部影集的製作背景 戲劇介紹 劇情討論 以及補充一下漫畫上的設定 終於又有一部新的奇幻人劇了 這周我在我的新創時代和驅魔面館裡面掙扎了很久 最後還是決定做驅魔面館 畢竟我是奇幻人劇的忠實粉絲 那我就先來介紹一下這部劇吧 驅魔面館是Nephi上面下的劇名 原名應該是驚奇的傳聞 韓文是 也就是原作漫畫的名稱 其實這個原稱非常的有意思 雖然統稱是驚奇的傳聞 但也能夠說是驚奇的書文 因為在韓文當中傳聞和書文是同樣的 同智同音啊 所以在劇中每個人聽到書文的名字的時候 都會說 哇 好奇特的名字啊 不過劇中男主角也是一直被稱作為特別的孩子 應該也跟這個漫畫原作名息息相關啊 那驚奇的傳聞這部漫畫 其中到Wipton沒有中文版 就跟之前偶一天的原作漫畫一樣 都只有韓文版 但我太想看原作了 所以我就有去看了一點點原版漫畫的內容 但因為我才剛學韓文 所以其實很依賴翻譯軟體 不過也意外的發現 這部漫畫其實在Dawn Whipton的評價 竟然有9.9分 超級高的耶 而漫畫也出了大概有96話左右 還在繼續出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內容 大概到第9話了 感覺這部劇完結有可能會超過漫畫的進度 或走一個自己風格路線的完結啦 接下來呢 和大家介紹一下他的故事吧 故事呢 講出一群自稱為Counter的惡鬼獵人 隱藏在一間面館作為基地 每天只賣中午的面 實則是一直在等待惡鬼的出現 而男主角蘇文小時候因為出了車禍 導致他走路都變得有點障礙 某天因為和朋友去做漫畫取材 被神奇的力量灌進了身體 因而成為了驅魔人 原本滿是傷痕的人生 頓時充滿了力量 無力反抗的事物呢 也都有能力和底氣 更特別是蘇文本身體質上的特殊 令他有望成為超強的驅魔人 但當然現在還只是個小嫩嫩 蘇文將會和其他Counter去對抗惡鬼 並且揭開當年他車禍的真相 那接下來呢 要和大家介紹一下 在這個故事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地方 叫做龍 龍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在這個故事裡面 驅魔人的力量其實是來自於一個叫做龍的地方 龍在劇中的解釋是為 是一個介於陰間和陽間交界之處 是死人和活人相見的地方 王者在龍的生活其實和凡間沒有什麼不同 也會有好人和壞人 此次壞人會付出相對的代價 好人會得到獎勵 龍甚至也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 因為有很多科學家、藝術家也會到那個地方 而在漫畫當中呢 龍是一個沒有國界、語言、隔閣的地方 任何人無論講的什麼語言 對方都可以聽得懂 感覺更像是一個用意識溝通的地方 有些王者會為了某種目的或大意 與凡人形成連結 令凡人產生力量成為驅魔人 漫畫裡面其他驅魔人的連結的王者 甚至是不同種人 非常有趣 劇中的龍這地方 以海邊和白色大宅做出了奇幻感 海邊是一個很特別的選擇 因為海通常蕴藏著人們未知 甚至是恐懼的領域 而海邊就是人已知和未知領域的邊界 但在漫畫當中 其實是選擇了火車站作為龍的背景 也很有交界處的感覺 甚至是通過火車站附近的隧道 蘇文就可以去見到他的父母 但一旦他這麼做 在陽間的他就會死亡 所以有可能這就是 為什麼當與蘇文連結的維根 聽到蘇文想要見父母 才會一開始就拒絕蘇文請求的原因 那接下來一定要講的 就是這部的驅魔設定啦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在這個故事當中 驅魔的方法在首兩集 都有稍微演繹給我們看了 不同於以往的驅魔劇 本劇的設定更像是一群特務組織 而他們成為驅魔人的契機也很有意思 那些被選中的人 在生命陷入危機 以及精神狀態昏迷的時候 會獲得一個機會 讓他們選擇成為驅魔人活下去 還是死亡 龍作為給予他們新生的代價 賦予他們驅魔的義務 但本劇的男主角比較特別就是 他沒有在昏迷的狀態下成為驅魔人 所以龍裡的維根也和主角達成了別的交換條件 那每一位驅魔人呢 都會得到比凡人更強的體能與力量 也能稍微的讀取他人的記憶 甚至是更強更特別的能力 這個特殊能力則會依照每個人的特質去發展 金氏鎮飾演的哈娜就有很強的偵察能力 可以憑著直覺去探索發覺惡靈的所在和出現 那連桂蘭飾演的邱女士則有治癒的能力 當然這個等等補充漫畫設定的時候可以再聊一下啦 那劉俊鎮飾演的假魔度則是擁有怪力 至於男主角其實呢 也是擁有非常優秀的體能和學習力 這點都讓其他Counter非常的驚奇 但他的特殊能力這兩集都還沒有揭曉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除了剛剛提到的能力特殊外 漫畫裡甚至有說到驅魔人一天只需要睡一個小時 好羨魔 讓他們能夠做到非常的能力所及的事情 在劇中大家應該有看到 當蘇文被圍根的力量連結上的時候 頭髮開始一根一根的捲著起來 這個在漫畫中有特別的解釋 是說因為他們的身體和龍的力量連結在一起了 所以才會產生捲法 其他Counter 哈娜、邱女士和魔杜其實也都是捲法 只是有奪卷的差別而已 而成為驅魔人後 他們的手掌上面會出現六個點 那就是前往龍的鑰匙 我覺得點點的設計很像什麼出氣孔 特別的奇幻 那他們的驅魔方式呢 就是把手掌放在被寄生的人類身體上 將惡鬼給驅散 那劇中目前沒有說明這些惡鬼是消失了 還是被帶回了龍 只不過漫畫裡給我的感覺 與其說是驅魔 感覺更像是召喚 因為驅魔人只要把手掌放到心上 就可以進到龍裡 就像是把自己的意識帶到龍一樣 而他們把手放在宿主的身上時 就可以把惡鬼召回了龍 那一直提到龍 還要提到的就是龍的領地 劇中有看到那個像是極光的領地吧 這個簡直就像是遊戲裡面的buff一樣啊 驅魔人在領地當中會更加來去自如 游刃有無 能力直線上升 不過在漫畫當中其實有說到 領地本身的存在 與七年前從龍逃亡的惡有關 似乎也是因為當時逃出的惡靈 導致地球上面產生了龍的領地 那七年前這個時間點 其實就和當年蘇文出車禍 以及魔兔大叔出意外的時間點是一樣的 所以惡靈出逃 還有他們會成為驅魔人的原因 應該都會最後會集成同一個因果 那接下來要講的也是在首兩集就有提到一個特別的名詞 土地的記憶 當維根和蘇文解釋到驅魔人以及惡鬼時 他們穿過一道門來到了一個小巷子 蘇文看到一個男人將要對女人施暴 挺身而出卻發覺對方只是一個幻影 而維根又解釋到這是土地的記憶 是已經發生的過去 那在漫畫裡提到土地的記憶的部分 並不是在這一段 但我還蠻喜歡戲劇這樣的改編的啦 在漫畫裡面 邱女士幫助蘇文將腳治療號的部分 有提到說一方面是因為土地的記憶 也就是說過去蘇文的腳是健康的 邱女士才有辦法幫助她復原 這也就代表說邱女士真正的能力並不是治療 而是根據過去做出了復原 另一方面也有說能夠治療也是公歸於龍的領地 在地球上出現 我不太確定是因為能力的加成 還是因為龍的領地出現才讓土地有記憶的意思嗎 這個我就當時沒看太懂了 對 大家可以先參考聽聽看啦 反正也許這些漫畫設定到戲劇當中也會更改 因為到現在其實我也看到了 蠻多漫畫裡面的設定被改掉 然後戲劇沒有他自己獨特的一個說法啦 最後想和大家聊一個情節 就是第二集裡面 蘇文吃麵時突然的說起自己對不起父母 其實我看的當下沒有很理解為什麼要突然說抱歉 只以為是為了聊父母這個話題 後來我看的漫畫才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漫畫裡的蘇文是一邊吃麵一邊說著對不起父母 是因為在那場事故當中只有他一個人活了下來 也只有他能夠好端端的在這邊吃麵 這種心裡其實有個專有名詞叫做 倖存者內疚 產生的原因大多是因為 自己在災難或事故中活了下來 但其他人都死了 把自己能活下來的原因 歸咎於其他人的犧牲當中 其實無論是漫畫中還是劇中的蘇文 也才高中而已 身體上的殘疾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挫折 又長年活在陰影和內疚之中 可以想像這個角色的心理上面有多麼的痛苦 劇裡面在看到蘇文因為腿的痊癒而瘋狂奔跑的時候 我蠻感動的 身體上的殘疾解決了 那之後的技術勢必是要解決心理上的痛苦 雖然目前只播出前面兩集 有趣的驅魔設定和Counter們各個都非常別緻的刻畫 很深得我心 就算不寫愛情線 集中在親情以及驅魔上面一定都會很精彩 戲劇改編可以看出比漫畫更加深刻的人物心理 還有狀態的展現 漫畫本身也相當的不錯 光是畫風我就很喜歡 而戲劇的選角上面也選的很不錯 就非常的符合原本的樣子 我想原本漫畫的粉絲看到應該會蠻激動的啦 好啦 那今天關於驅魔面館 就是驚奇的傳聞這部劇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也別忘了幫我按下Like 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往後也許還可以再繼續做這部劇 那在影片結束之前呢 也想和大家推薦一下我的官方Like 我的官方Like呢正式上線了 那你現在如果加入的話 是可以收到我的影片推播通知 然後你也可以去查顧我 我有做過的劇品 就只要是這部劇我做過 然後你打那部的劇名 就會出現我所有做過的劇品連結 或是經典語錄 那如果你想要玩彩蛋的話 你可以試著打某些有名的劇的人名 可能會出現相應的台詞 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囉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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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vah